闭嘴不小蠢货 你个脸比小白脸还白得 蛤蟆精老妖怪 也不知道自己几斤脊两敢跟我斗 出去啊 阿絮 你别拦着我 等等等等 走 算了 算了 逞能的臭小子 你已是强弩之末 嘴尖的小白脸 你已是末日黄化 十招之内 我必能娶你性命 十年之内 我必娶你性命 你嘴头上的功夫 可比手上厉害 哼 彼此彼此 没想到你武功不行 跑得倒挺快 让我好找 傻的霸气 一代不如一代喽 我家孩子再傻 也总比那些张嘴 就不说人话的老妖怪强多了 你家孩子 怎么 你也是四季山庄的人 那里面是谁 你希望里面是谁 你 你希望是谁 那就肯定不是谁喽 算了 算了 和这小白脸客气什么 你叫我什么 小白脸 我叫错了吗 找面镜子照着你自己去 想要真相 想要真相你去找什么 你知道上哪儿找吗 你找得到吗 你 你 闭嘴吧小蠢货 对了那小子 你师父是谁啊 刚用的什么武功 老子这武功叫夏宇天打儿子 闲着也是闲着 找死 他 崇利 你家可有四十卷版的 说文解字 那神赠鬼焰一词旁的解说绘图 配得是不是这副尊容 小子 你家那收文姐字里头 一笑大方这个词 画的就是这副尊容吧 之前还听到 谁在豪渊壮语地 要什么真相 被人耍得团团转 被卖了还帮着数钱呢 怎么有脸在这儿胡吹着呢 你 闭嘴吧 小蠢货 胸台眼光犀利 一眼就看出在下本相 我的确是个 有眼无珠的蠢货 罢了 对于你这种脸皮厚的人啊 折辱你也没什么意思 你小子 你老跟着他干嘛呀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关你什么事 臭小子 你什么赖路啊 你管得着吗 我就是看不惯你 别自作聪明了 臭小子 老鬼 问你话呢 他的烧你真能治 你有资格问我话吗 老怪我问你话呢 我们家傻徒弟呢 丢了 臭小子 我劝你是食物行 你那些机关把戏 在我这儿不堪一击 出饭可以 如若敢再犯 我让温客行掰断你的手指头 为何是我 我外号温大善人你不知 这等刑讯酷烈之事 我怎么下得去手啊 谁要请我吃饭 我就帮谁一个忙 我请 好嘞 走 你叫什么名字 温 温客行 兄台怎么称呼 叶白衣 多谢款单